歼15舰载机在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上起降成功 美国媒体形容这是中国航母发展的旅程碑 美国国务院26号指出中国的军力发展应该要更加透明 并且呼吁中国把航母等军力发展运用于维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 对于歼15成功完成在辽宁舰上的拙舰实验 美国国务院26号指出美国将会继续密切监测中国的军力发展 美国呼吁中国在航母发展领域能够更加透明 并且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媒体认为 歼15着舰标志着中国航母 里程碑式的突破 但同时也担心 这会加剧南海等领海争端 纽兰表示 美国将会持续 给亚太地区的盟友 提供必要的支持 美国媒体指出 中国航母的发展 确实是给美军 在亚太地区构成了挑战 不过与美国海军的实力相比 中国海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需要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